當我們是一個十五、十六歲的少女 當我們是懷著忐忑不安的心,踏入了女師、女師磚、師院或者是師立教育大學 生活今天的師立大學,儘管校民不斷的分解 我們師校生活仍然是要把我們培養成一個獨立自主、多才多益的良師 如今,我們都進到了良師心活的任務了 不管誤患心理,不論歲月流轉,四處漂泊的遊子等熙熙見面的母校 我們都回來了,帶著一顆誠摯的心 以各式各樣的方式慶祝母校的生日 除了現在的聯歡大會 在我們校友會網站上也有緬懷詩恩的文章 以及各式各樣的藝文數位展 我們要祝母校 永遠是全國師資培育的第一搖籃 培育栽精活壽的頂尖專業大學 更祝今天紅史笑容回娘家 聯歡大會圓滿成功 太精彩了 好,拍照囉 笑一下 拍照了沒 好,還沒有,白的POSE 太棒了 好,我們現在可以慢慢的 來,謝謝 我們謝謝,我們謝謝第一個大單元 愛心童對五九級的精彩演出 勾起大家當年十五十六歲的少年時的美夢 您的校園生活想起來了嗎 謝謝,謝謝 謝謝 哇,太精彩了 你相信